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本月的輪值主席國 大陸外交部宣布 在29號舉行的安理會巴以的問題的高級別的會議上面 大陸外長王毅會到紐約親自主持公道 一起來聽聽看汪文斌是怎麼說的 作為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國 中國希望通過舉行安理會巴以問題高級別會議 推動各方深入交流 凝聚共識 為緩解加拿大地區人道主義危機 實現停火止戰 保護平民 最終通過兩國方案推動巴勒斯坦問題 全面公正持久解決 進一步採取切實行動 做出應有的貢獻 好 亮根怎麼看 現在中美兩樣情 現在王毅要去聯合國安理會主持巴以問題的高階會議 然後另外一方面來看到 拜登現在好慘 因為現在Politico說 有13家的民調 結果11家都是川普領先 拜登只有贏2家而已 然後也可以看到很多搖擺州通通都是拜登輸了 然後他在年輕的支持度當中 川普在35歲以下的學民當中支持度 已經領先了拜登成為4成6比4成2 王毅這個日期還沒有訂出來 我剛才看是20幾號這樣 沒有 因為現在輪職主席就是張軍嘛 對 那就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是 29號舉行這個活動 事實上張軍 張軍當主席就已經主持得相當不錯了 我不知道他去那邊是要如何進一步發揮功能 因為基本上那個阿拉伯跟伊斯蘭 上次有21個國家的外長就已經去過北京了 對 跟王毅見面 對 那該說的話 阿拉伯國家也有制定他們這次的主張 然後安理會的決議 美國也棄權嘛 這個我不知道現在在這個29號 因為等於你也不可能做出進一步的決議 因為安理會就最高決議了 是 所以目前的階段應該是看執行的狀況 因為人質的交換可能會有幾波 對 因為目前只有第一波 是 那哈馬斯有意 繼續 他希望能夠在那個 我們所謂的那個 那個暫停能夠持續多次 對 那看能不能夠拖個20天這樣 是 不然你一波大概就只有四五天就結束了 因為他手上人就大概是這一些 對 那你一次換50個大概就換四次了 四次 那就快要換完了 所以那個時間還沒有到 因為目前是以色列他說 這個人質換完了 然後物資大概送到一定程度 他還要再去開戰 對啊 那以色列還評估說大概還要打一個月 可是這種主張 全世界沒有人會支持他 對 所以到時候安理會那個決議勢必要 要有一個新的修正 我認為中國道路一定會 隨著看這個進行的狀況 然後那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會去現場 對啊 然後查看執行的狀況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進度的回報 那那個報告給安理會看完之後 我認為安理會應該還會再做出進一步的指示 對 所以王毅這次去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一個決議呢 也引發大家關注 尤其是安理會之前的決議 你美國他是籌了一個棄權票 等於全世界現在也是真的希望趕快停火了 所以以色列跟美國如果繼續要幹下去的話 恐怕會真的是失去全世界的一個聲望 尤其呢 不斷來看到說 現在歐洲也整個極右派崛起 這兩個說的極右派崛起 那提到什麼 荷蘭版的川普啊 他當選了嘛 那歐洲的極右派勢力崛起 意思就是自掃門前學啦 這些那個難民東西都不要 所以他們也希望趕快止住戰爭 那另外來看到是說阿根廷現在他又變了 一開始我們知道說極右的這個經濟學家他當選了 結果他一開始說炸毀中央銀行 全面實施美元化 然後呢 什麼自由購買槍支震盪療法 來挽救經濟 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呢 他說加入金磚是機會不是風險 也不會跟中國大陸 俄羅斯跟巴西等國撕裂關係 然後呢 關閉央行不可能討論的問題 然後結果呢 原本要出任這個央行 他們的行長 那因為就是要執行這個炸掉央行嘛 全面美元化這件事情 結果他也拒絕出任 這個歐橄波在華爾街上班 那一定是他的華爾街的同事跟他講說你是瘋啊 這個 我覺得這個阿根廷新任總統米雷伊就是個仇角啦 所以他講什麼並不重要 就是 他這個就是信口開核型的嘛 事實上他第一輪的得票也只有20幾 因為他的制度啦 所以二輪 兩輪投票的時候他就衝到56 那他的國會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講這種話 坦白想就是跟廢話一樣啦 因為事實上他可能連阿根廷為什麼能夠參加金磚他都不知道 事實上當初我們知道 這個沙特 阿聯酋 還有伊朗 還有埃及 人家是憑實力參加的 對 它這個是金磚 金磚 對 對 那你這個阿根廷跟伊索P啊 是人家把你當作需要援助的國家讓你參加 對 你有沒有搞清楚啊 是你需要金磚銀行 還是金磚需要你啊 對 所以那個巴基斯坦就放話說 阿根廷主委要退出我 立即參加 對 不過這個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國家的狀況 是 那第二個是 請問你的農產品 你如果不賣中國 中國是第一大買家 對 你要賣誰啦 美國怎麼可能 美國自己是出口國 是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荒唐嘛 對 這不知道在主張什麼嘛 那美元要變成全國貨幣 那我請問你啦 美國為什麼要供應你美元啊 沒有 因為你要知道中國大陸 是為了幫阿根廷 所以簽了一個貨幣呼喚協定 那設定的金額是180億美元嘛 那上一陣子 他還給國際貨幣基金27億美元 對 就是中國用他的額度提供的 對 用人民幣去支付 對 美國有跟你簽這個嗎 沒有啊 那請問美國為什麼要接收阿根廷幣 而且他到底什麼東西要賣給美國 沒有東西 都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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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會有美元啊 那我請問你 你說要改成美元 我光是問你這樣就好 請問你的公務員薪水要發放 你的美金要從哪裡來 你到底哪裡有美元 對啊 你怎麼發給公務員薪水嘛 所以我覺得這簡直是跟小丑一樣 實在是無法評論 就他連他的 如何執行他的政策 他都沒有告訴你方法 當然這樣的人能夠當選總統 那就是只能祝福阿根廷了 不然怎麼辦啊 對啊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那尤其是最近呢 他又說要去訪問美國 但是亮哥說得很白 美國是能給你什麼幫助啦 美國完全不會讓利的 你跟他簽什麼IPAV 拜登現在也擔心什麼 國內的這個 可能會失業啦 然後呢 川普直接告訴你說 我當選沒有IPAV這個問題 怎麼可能讓利 然後呢 好 那可以看到 習主席也講話了 致電給他 祝賀你當選阿根廷總統 而且也說中央的關係要繼續延續下去 那他當然感謝中國領導人的賀電 表達良好的祝願 然後呢 阿根廷這個候選外長啊 那他也說 跟中國大陸跟巴西斷絕關係的說法 真的是荒謬的 趕快轉彎 你真的不轉彎不行啊 然後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 他跟巴西外長也會面了 他就說 我們要邀請盧拉哦 去參加米萊的12月10號的就職典禮 還說我們跟巴西是兄弟國家 也幹話之前對盧拉的批判 沒有 他就是這樣啊 就翻臉跟翻書一樣啊 那個他的外長接受訪問 人家還有新聞畫面 然後現在全部否認了就這樣 那這次看到國際現實了嗎 頭腦轉正常了嗎 我認為這樣的國家就是隨時都會翻來覆去 對 要小心 所以你也不要寄望太高 我覺得中國大陸 不是因為他啦 是因為阿根廷這個國家重要啦 對啦 那因為中國大陸跟前幾任的 阿根廷的總統關係都不錯嘛 沒錯 習近平也去過兩次阿根廷 阿根廷的總統也訪華 對啊 事實上這個是很遠的距離啊 對 習近平這是第三任嘛 他兩任都有去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真的重視阿根廷 很深耕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啦 經濟搞成這樣嘛 這個通膨超過100% 嚇死了 所以 事實上巴西也經過這個過程啦 前一任那個博士尼爾也是這種型的 對啊 可是巴西畢竟還是比較有底氣啦 對 因為阿根廷的GDP大概只有5000億美元 比台灣還小 台灣是6500 那巴西大概有1.6兆 所以博士尼爾爾那個時候雖然 也沒有這個這麼離譜啦 我說實在啦 而在荷蘭那個極右翼的 人家也不會去亂講經濟啊 對 他沒有那麼誇張 他主要是反移民嘛 對 移民 也沒有像你封成這樣啊 就是你講那個都是 跟做夢一樣 根本就不可行的東西啊 然後 其實我也不相信 選民是因為這樣支持他的 因為就是有四成的 民眾是貧窮線以下嘛 對 所以就是 亂抱著主義來信仰 不然怎麼辦 因為現有這一個 證明失敗嘛 對 那也不知道怎樣才會成功啊 所以大家就 就亂試藥方這樣 病急亂投醫啦 有點這個味道 對 坦白講也沒有人 坦白講你問我怎麼叫阿根廷 我也不知道 這個太難了 我不知道啊 對 所以你看 把一個國家治理成這樣 真的也是個悲哀 所以我們一開始討論說 中國大陸給阿根廷很大的favor 比如說呢 讓他可以本幣結算這些東西 這是中國大陸虧大了 你的阿根廷幣 每一天都在貶值 我人民幣那麼穩定 還在往上揚 所以呢 是中國大陸讓利給你 金磚更別說了 你要認清楚現實啦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之前啊跟這個 阿根廷的總統 菲蘭德茲 他其實關係非常好 跟中國大陸關係也很好 阿根廷92%的大豆呢 跟51%的牛肉 都銷往中國大陸市場嘛 阿根廷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440億美元的債務 然後呢其實也可以看到 用中國大陸人民幣進行支付嘛 然後呢金磚 你不來 人家是金磚影響力越來越大 人家其他國家也搶著要進來 尤其呢俄中現在的貿易 本幣結算來到95% 因為呢這次巴以的衝突 會不會讓金磚國家更加怎麼樣 加速去美元化 這是亮哥之前的論點 因為這次呢 金磚加了六個國家 其中很多都是中東的 伊朗沙特還有阿聯酋 這都是中東的大國呢 然後呢其實要去美元化 普丁是最早講的啦 現在呢鼓勵本幣交易這件事情 會不會更加的 有可能更加的加速 像是呢中國沙特央行 有簽署了 雙邊本幣的互換協議 500億人民幣的這個錢 跟260億的沙特里牙爾 進行了相關的協議 然後有效是三年 不這個幾乎都有啦 本幣互換已經簽了 我印象中大概有四四五十個國家 那我因為金磚是明年八月才要開嘛 那那個時候就要就 非美元支付要提出方案 那我相信各國財長應該會先聚會啦 先會一下 那因為到時候主席是俄羅斯嘛 所以很可能會各國財長先去俄羅斯做討論 或者像南海行為準則這樣 先用電郵的方式 溝通方案 解讀解讀 一定一定會這樣 那就是一次就要成功嘛 當然是這樣 明年八月 那經由這一次以巴的衝突 我相信阿拉伯國家一定更急切的想要推非美元支付啦 因為這個案子是俄羅斯提的 對 所以多少你要尊重原來的提案人 那 不過這個邏輯是一樣的啦 就是各種既有的 這個各國發展的本幣支付的體系要做整合嘛 那各國也要簽本幣互換的額度嘛 那接下來才可以進行交易嘛 我認為金磚一定過的啦 那只是說一開始設定的額度有多大 對 這個到時候才會知道 那 這次我覺得大家看到美國那種不公正的程度 大家大概嚇到了啦 那 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法國 因為法國他本來自己有開那個 綠色金融跟第三世界債務的那個 什麼 那個不知道什麼 對那個會議 公司契約什麼什麼會啦 對有一次 那那一次中國大陸也派人去了嘛 對 我記得好像就是總理嘛 是 那那個 李強是不是 對那法國本來在今年就想到金磚當觀察員 可是因為俄羅戰爭還在打 對 俄羅斯反對嘛對不對 那明年輪到俄羅斯主辦 他一定會邀請法國去 很重要 所以這個事實上就會帶動一種效果啦 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非美元支付 那法國有沒有興趣啊 因為法國是觀察員嘛 對 那 因為明年剛好又碰到 中國大陸跟法國的蜜月 嗯 60週年啊 文化交流年嘛 對 旅遊文化旅遊交流 那中國大陸應該跟法國關係在明年會滿不錯的 真的是不得了 對那 很可能也會交換這種意見啦 因為法國確實有一些 戰略制度 非洲的 這個前殖民地嘛 那些國家 是 那而且他們都是 他們基本上沒有用歐元啊 應該還是用法郎 就是 那 這個部分我覺得 因為他們也有債務問題啦 所以我是覺得法國可能會有興趣了 對那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關鍵點 從一開始啊 金磚去美元是俄羅斯提出來的 現在呢因為巴以的衝突 結果呢 中東國家一拍即合 然後現在還擴散到怎麼樣呢 因為這個法國也有興趣 其實巴西也很有興趣啊 是啊 巴西跟南非都有興趣 蘆拉狂講這些 南非的外長也不斷講 對也很有興趣 人家都超有興趣 東協國家也有興趣 對對對 這是一拍即合 所以亮哥不斷提醒說 法國跟中國大陸關係真的不錯 最近呢外長跟王毅會面了 王毅說中歐要攜手了 然後世界就不會分裂 然後他也說支持歐盟整體家長合作 而且他也特別提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農產品啊 法國農產品能夠直接到中國大陸來嗎 產地直送 然後呢中國大陸最近對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荷蘭 西班牙 馬來西亞 六個國家 免簽呢 到大陸免簽 馬來西亞總理就說感謝中國大陸 然後呢法國的外長聽到這個消息 他立刻回饋 超過 也給中國免簽 他還給30天 對對對 中國大陸給15天 他給30天 對 坦白講就是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這個單方面簽 目前在東南亞只給新加坡跟文萊 那等於是他測試特別給馬來西亞 對 所以馬來西亞很高興 很高興 中國大陸是11月24號講的 馬來西亞是11月26號 就立刻回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外交 對啊 那另外五國都是歐陸的重要國家 歐陸 對 都是歐陸的重要國家 那你可以看到 有幾個國家 照 比照這個同樣的邏輯 該給可是沒給 對 哪些國家沒給 英國 日本跟韓國 那我覺得 這三個國家就是 對中國大陸來講就覺得 還要觀望 就是你們還是這個留下查看 因為你們跟我關係就是 你們都不對我不友善 對啊 那我為什麼要直接送禮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這個味道 可是我認為早晚會開 對 因為這邏輯是差不多的 那英國我認為新的外長 這個卡麥倫 一定會訪王毅啦 對啦 一定會去 那日本 韓國 坦白講這個 中日韓的外長會議 開的並不好 不好 因為王毅連最後晚宴都沒參加 而且沒有共同聲明 對 沒有共同聲明 然後我也看到大陸有一些 內部的報導 說韓國一直在講他 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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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抱怨啦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是 基本上並不是發展的那麼好 所以 12月 我認為峰會應該是沒有啦 你說元首峰會 對 中日韓元首峰會 對 我是認為習近平 反而比較有大的機率去越南 OK 因為 他從那個APEC舊金山回來 12月本來就有 另外一次出訪的計畫吧 對 那就是中日韓峰會跟越南在搶 選一個 那我認為去越南機會大一點 事實上中華大陸真的是很有心 想要跟東南亞國家都保持好關係 因為你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忍耐 對 比如說菲律賓 對 他事實上是願意跟菲律賓 維持很好的關係 那你自己不要啊 你搞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是 那你看 菲律賓自己搞成這樣 那印尼人家也搞得差不多很好 很好啊 那越南現在關係也越來越好 馬來西亞 泰國 跟中國大陸關係都越來越好 新加坡 那緬甸 中國大陸也是有點 不愉快 因為最近緬北的問題 然後電炸都不處理 這個緬甸軍政府不負責任吧 然後要跟緬甸搞經濟協議 他也這個愛理不睬 所以 可是這個不是說 中國不想跟他交往 不是的 所以我是覺得 只要緬甸政府 還有菲律賓政府表達出 就是願意像澳洲這樣 我認為基本上他都會跟你好好交往 因為東南亞 我覺得中國大陸邏輯很清楚 就是靜靈 東南亞就是靜靈 他願意做最好的鄰居 那日本韓國其實也是 對 所以亮哥就總結說 現在就算有 中國大陸跟日本跟韓國的這個 外長的會晤 那目前只達到止疊氣吻 還需要堆疊善意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